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张律师栏目 有一个日本的女大学生 她的绿卡被用人一不小心扔到洗衣机里洗坏了 可是这个时候她希望可以立即拿着绿卡回美国办事 于是她就跑到了日本的机场 可是却被日本的航空公司拒绝了 这个时候她就找到了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张律师居然在她没有绿卡没有签证的情况下 成功的入境美国而且成功的办理了绿卡 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 您的这个客人既没有绿卡又没有签证 他是怎么从外国飞到美国来的呢 这个案子出错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来一个一个跟你讲 真的非常有趣 可能是最离谱的案子之一 你可以看你同不同意 我们谈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案子 不过这个我真的认为最离谱 第一我们收到电话的时候 她在机场飞不了 搭不了飞机 爸爸妈妈急了 女孩子当然也非常急 因为她在東京大学即将要开学 但是她需要回到美国 办一些事情再飞回去 所以要是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的话 那她的绿卡有可能就放弃了 所以非常紧急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像通常的客人 那样子去处理 花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所以我们准备了所有一切 让她飞到了墨西哥 但是在准备这所有过程 原本是爸爸妈妈要陪同女儿的 结果最后好像一分一秒 爸爸妈妈不来了 女儿一个人飞 OK 所以这个已经是蛮恐怖的一个事情了 一个只会说日语的女大学生 要飞到墨西哥 她不会说 她不太会说英文 也不太会说西班牙文 然后我现在要下去去接她 我也不说日语 我也不说西班牙文 去接她 结果我们在提花 等待她的时候 她搭了墨西哥航空公司 要飞到提花的时候 飞机飞到一半 转回来又飞回去 因为飞机有些地方故障 哇塞 她吓死了 而且她没办法和任何的航空公司沟通 所以我们的团队又打电话过去 墨西哥航空解释所有情况 而且她必须要马上登下一班飞机飞过来 就是进去之后准备要处理我们案子的时候 所有的海关冲出去 连收那个 那个那个 收银员 算钱的 她也冲出去 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待在那里 然后整个办公室是空的 所有的海关都不在 因为某一个女人 到了美国的这个边境 进了大门 等了两三个小时进了大门 倒在地上 双腿一开 baby就出来了 然后所有的警官 所有的这个 那个移民官 海关的医生 全部开始来处理所有事情 right 并不是说要送她去医院 其实送去医院的事情 我们是常看到 大肚子到了美国 马上要去送医院 生小孩 这个是我们已经常见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去了海关 看到直接生产 在这个水泥地上 真的很恐怖 很恐怖的一个 而且还需要拍照来作证 right 所以又有photographer过来 所以这所有的事情都在 我们当场在那里 right 这位大学女孩 也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right 我也没办法和她沟通太多 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海关 来处理我们的案子 在沟通 那她当然不太了解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需要解释所有的一切 来慢慢一个一个go over 解释完之后 终于批准 但是送医员不在 所以我们又继续等等 等到一个新的送医员上班了 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再去付了这个费用 因为她没有绿卡 她没有绿卡 所以她需要办这个I193 I193是waiver of travel document 是让一个你没有绿卡 没有一个travel文件的人 她没有签证入境美国 waive掉这个requirement 她付了这个罚款 我们准备就可以入境美国 然后那准备了这一切 到了最后一关 至今应该结束了 对不对 罚款该付的也付了 全部解释跟长官解释的也解释了 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一关了 要准备再审核一次了 这个时候因为他们人手也太少 又是一个新的海关 又全部森林一遍 然后我又得重新解释一遍 但是到最后还是通过 然后成功她进来美国 把该办的事情办完 然后搭个飞机 飞回这个Tokyo 然后开始上学 全部都在这一个礼拜之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其实原本不会那么复杂的 但是种种原因 一个变得更复杂 这个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mate 把绿卡洗坏 父母亲不愿意陪同 然后航空公司不让他们登机 然后墨西哥航空的 这个飞机又有故障 又飞回去 然后又要赶时间 然后到了建了海关的时候 海关又不在 因为大家去紧急救其他人 然后第一个海关结束了 第二个海关又出现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英文有一个词 when a rain it pours 下雨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雨 是一个大雷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事情挡不了 就一大堆事情来 但是一个一个克服 到最后还是成功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 最离谱的成功案例之一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 我觉得听了您千百个案子 这个案子确实是非常难处理的 而且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 特别能够解决疑难杂症的案子的律师来讲 尤其是对于您来讲 遇到千奇百怪的难题 真的也是不足为奇 因为我相信您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都能够尽全力的去解决 对吧 只能尽力 常常我们碰到很多客人说 这个要是发生怎么办 要是那个发生怎么办 常常会给我各式各样的难题 我就只能笑一笑说 发生了我们就解决 否则怎么回答 解决有很多种方式 但是碰到了就一步一步来 但是我们现在的计划 Plan A是这个 Plan B是这个 Plan C是这个 不可能说全部的东西 都一起想到怎么解决 但是只要 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自己 有体力够 对不对 你要是你自己 已经累到半死 然后发生事情 你说不定说 我撑不了了 回家睡觉了 那一天 做完这个案子 我和我秘书 一回到家 马上两个人都垮了 根本也没说话了 已经累到不行 从早到晚 因为太多事情发生 不过醒来之后 大家都笑一笑 因为觉得是太有趣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 律师的一个 随机应变的能力 真的是 非常感谢 张律师和我们大家 分享难度这么高的 一个案例 而且又成功地 帮助了一个 没有签证 没有绿卡的朋友 成功入境美国的故事 好 今天再次感谢张律师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